本周要介绍的畅销书是获得博客来七日畅销榜第98名 成品书店双周畅销榜华文创作类第6名 书名叫做《50岁后我出去一下!不当妈妈、太太、媳妇之空巢淑女,好好爱自己!》 作者彭菊仙,出版社远见天下,出版日期2024年2月29号 内容简介,50岁开始,揭好你的人生全新体验包 加油青少年之爸妈的33个修炼 加油青少年之父母生存手册作者彭菊仙 陪你念对50岁后的角色转换,走一趟自我重塑之旅 菊仙之前是教养魔法师,现在蜕变成生命的魔法师了 邱美珍,品学堂文化长专栏作家说 青春孩子陆续离朝,贴打的身体,贫出毛病,慢慢领悟 正是时候拿出陪伴孩子的五条件之爱 陪伴自己,爱自己,让熟灵岁月又嗨又精彩 孩子离家突然没有被需要的感觉,好失落啊 你被自己需要都来不及了,还有时间失落 勤练甩锅术,责任甩回给大孩子 目光转回己身,跟最陌生的自己混熟 每天如陀螺般团团转,身体突然大乱了 爱比亚真的不会赢,健康才是全部 学习踩刹车,慢慢于每个当下 抱着悠闲之心学习新事物,才能喷发幸福荷尔蒙 靠纪律运动太难,为乐趣而运动 只需爱玩的心,学着无条件接受 爱着任何状态的自己 面对五十家,你要养生先养心 繁琐之事过眼而不留,不再耗损能量 夫妻都需练习独处,相伴不寂寞 独自一人也精彩,保留朋友清单上的摇滚区 衰老人生不悲催,删除浪费记忆空间的糟心事 余生只够存放美好,所有妈妈都应该抱抱自己 彭局先说 换颗脑袋第二次转大人都是好牌 养护身心第一步,少思 我的年纪,凡事都不必勉强 就连扶老的速度都是 人生最幸福,只有简单四件事 吃得下,睡得着,拉得了,笑得出来 潇洒抛下无味包袱 拥抱老天爷给的人设 和自己所有先天条件 甚至后天塑造,握手言和 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自己 不管要扮演什么角色 先做好原来的自己就好 面对长大了的孩子 爸妈必须当水 练就如宁静之水平面 不随意起波澜 静观一切变化 有本事沉淀与等待 老妈子阵头无法要到病除 唯有早一点学会狠心,耍笨,笔懒 父母对孩子的忧虑是 稳赔不赚的赌注 适度切割,改为相信孩子 与祝福孩子 把握老前最活跃的时机 在人生清单里多栽培 一两个有趣的心梗 不只活化肌肤 整个后半人生都将生机盎然 夫妻是各自一个缘 每个缘都必须投资时间 以逐渐适应,自我运转模式 老夫老妻彼此从身体到心里都摸透透 没啥好说 那么就好好的手牵手,慢慢走 熟灵空巢的浪漫 是在老伴亲手做的家常羹汤里 大眼毫不设防地瞪着小眼 拥有在一起 便能毫无顾忌互到垃圾 互相取暖,互相比惨的朋友 等于直接给大脑下指令 放送滚滚多巴胺 放大所拥有的 专注于当下正享用的 我们就是那人外人,天外天 老后孤单,但不寂寞的偷吃部 好好搜集并妥放生命中 俊勇可贵的每个人 每件事,每一刻 作者简介彭菊仙 广受父母喜爱与信任的亲子作家 文风多样 描绘亲子生活 时而细腻温暖 时而幽默风趣 文章常见于网路 著有多本畅销亲子教养书 家有青少年之爸妈的33个修炼 家有青少年之父母生存法则 以上为天下文化出版 谁说分数不重要 管教的勇气 以上为时报出版等 近来随着孩子陆续成年 书写主题从亲子教养 转向熟灵生活 曾在陪伴三个男孩 度过风暴青春时期 同时和自己难缠的更年期交战 更罹患重度自律神经失调 才幻然觉悟爱别人爱得太用力 却忘了爱自己 前半生过得太认真 放置放空耍废 不勉强自己 才能在首领路上稳健畅行 当一家子从男生宿舍演化至男人宿舍时 他所感受的三倍空潮冲击力 让他意识到 首领父母必须在精神上 生活上及经济上提前练习独立 且随着少子化 高龄化 数位化 AI化 新时代首领父母的人生后半 独立之路 风貌多样 且更加精彩 故曾决定修笔的彭菊仙 决定从自己的独立宣言再出发 继续陪伴众多已培养出革命情感的 首领爸妈读者 内容是读 母子车也能骑出空潮 空潮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 就像地球大灭绝 要发生很多次 一次淘汰一群生物 摧毁一个部分 直到地球自己平衡出一个全新世界 空潮也必须由外而内 从形而下至形而上 从物质到心灵 层层掏空 才会从不习惯 不甘心 不知所作 调节至任命 知足 感恩 祈福 随缘自在的 世兄世姐等级之和谐空潮人生 我曾有过三次鲜明的空潮感上升 从无机体层次 到有机体层次 再到灵魂体层次 第一次是在十多年前 从一个无生命之机器体引爆 某天 一阵秋风袭袭 我正赶快意 砰底一声 跟着我春去秋来十多年的脚踏车 竟不解风情的硬身倒地 本已满身风霜的他 可真成了名震言顺的破铜烂铁 落链 座椅弹开 龙头歪斜 车铃炸裂 跨前一步定睛细看 前座支撑娃娃椅的栏杆整个大断裂 恍惚间 我才注意到车子居然还有个早就人走椅梁的娃娃椅 我的车居然还有娃娃椅 记得老大二年级 老二大班的某一天 当我一前一后载着两个大娃娃吃力前行时 这台原本兼顾耐操的脚踏车就曾以爆胎的激烈行径向我抗议 于是我改成再大班的老二以及三岁的老妖 当时二年级的老大 自此就被迫走向独立 一转眼 爆胎事件再度重演 于是乎 老二也跟着走向独立的命运 再一转眼 三小子都不再是娃娃以上的娃娃了 我开始骑着空荡荡的母子车去买菜 搅背 买面包 办一些乱七八糟的杂事 每天她的左右把手都被我挂满了青菜萝卜鲜鱼排骨各式杂货 车栏里也塞爆了牛奶酱油蚝油沙拉油 此老土车 任老任怨 任重道远 鞠躬尽瘁 然而她开始不断闹别扭 一下子落练 一下子漏气 一下子龙头不稳 又饱受日晒雨淋 终于她奄奄一息 肝脑涂地 我非但不疼喜 反而心中大喜 牵着老土车走进单车行 没想到老板劈头便喝道 你这个娃娃座椅 没再用了就整个拆掉啊 我帮你把主要座椅换一个新的 然后龙头调一调 落练上一下 再换一个新的车铃 其实你这台车还很好用啊 根本不用换 手非常痒的修车控老板 开始悄悄打打 扭扭又转转 喂酒 就把车推还给我 No 还好骑得很 拿去四百块就好 我的脸上三条线 无奈又踩上 工程却不能生退的车 天哪 这车 这车 这车是我的吗 娃娃座椅拆掉了 整个前座空荡荡 没了娃娃椅卡住我的大腿 我的双腿晃来晃去 顿时依靠 整个的不习惯 整个的不自在 怎么那么难骑啊 我们希望娃娃椅依然存在 继续让我的双腿被制约 被牵绊 原来骑母子脚踏车骑久了 也能骑出空巢旗 但没有孩子之前 我本来是悠悠自在 骑单人自行车的啊 摘自01 孩子长大了 应该先放个鞭炮 感谢病老前的防空演习 某天我在等待看中医时 和一位约莫六七十岁的妇人聊起天 两人互相取暖 叫苦连天 她一听我才五十几 便铁口直断说 哎呀 你这些毛病就是更年期啦 更年期有不舒服 我觉得很好耶 这样你才会知道健康很重要 就会开始好好保养 不像我 更年期还壮得像头牛 每天从早做到晚 看看我现在一身病 脊椎受伤 宽骨痛 膝盖差 连走路都难 就是因为更年期了 还不知道要保养身体 啊 原本怨天尤人的我 此刻 诚心诚意 谢天又谢地 原本怪罪 臭皮囊 毁了辉煌人生的我 有种感恩他 快狠准的霹雳警报 否则 在毁掉事业之前 可能先毁了性命 臭皮囊啊 臭皮囊 默默承受我大半辈子的折磨 却还是慈悲地给我补救的机会 回想起来 这几年身体一直找机会点化我 只是我汗漫努顿 收不到他用心良苦的讯号 比如前几年 我因为常常莫名其妙流鼻血 却置之不理 最后才检查出鼻腔深处 长了鼻腔血管瘤 连续两年动手术 某个半夜 因老妈半夜住进家户病房 我彻夜未眠 才回到家 助备自己红色的尿液惊吓 原来憋尿憋到尿道感染 还有一次拔牙后 牙因始料未及的大肿痛 快速发炎 一直肿胀到下巴脖子 痛到太阳穴脑门 连牙医都吓坏了 那几年我只知道 鼻痛一鼻 牙痛一牙 只要病症一解除 我又开始猛力战斗 并且误把自己当成少年狼般 胡吃海喝 继续残忍掏空式生活 其实身体早已处在 长期发炎的状态 免疫功能江河热夏 新陈代谢也怠速 我却毫无留意 我谢谢我的臭皮囊 始终不离不弃 下了最善意的众手 给我逼真的 病老前防空演习 终把我点醒 人生是福也是祸 是祸 是祸 也是祸 长达三年多的人生黑暗期 我领悟到人生最幸福 只有简单四件事 就是吃得下 睡得着 拉得了 笑得出 真的很简单吗 我边跳舞边想 一点也不简单 跳舞简单多了 摘子淋巴 多么痛的领悟 艾比亚 真的不会赢啊 以上就是本周介绍的畅销书 书名叫做 《50岁后我出去一下》 不当妈妈 太太 媳妇之空巢熟女 好好爱自己 作者彭菊仙 出版社远见天下 出版日期 2024年2月29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